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乐陈菩萨说 众生先想到我 然后执着于自我 众生想到我的 然后执着于事物 因此 众生像水车上的吊头般 无助地转动 有一个很久的自我的想法 让你在过去无数个绅士之中 无助地在轮回的下山道 阿底下说 放弃对一切事物的贪欲 保持无贪无欲 贪欲不会带来快乐 它斩断解脱的生命 过去伟大的圣者和影视 具有满足他们所拥有的事物 满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能力 他们居住在僻井处 以洞穴为住所 以最少的必需品来维持生命 当你对一切令人向往的事物的渴望 变得根深蒂固时 如果还想再继续满足自己的渴望 那就如同饮用盐水 喝得越多越感到口渴 当你知道如何去判断 什么是足够的 什么是需要 什么是想要事 你将不再受到渴望 贪欲和需求的责务 有时候不幸福只因为不满足 在佛教中 将对于无法满足欲望的痛苦 乘坐求不得苦 磁和远入菩提心 一 如果菩提心尚未在你心中生气 祈愿它将在你心中生气 如果菩提心已经在你心中生气 祈愿它继续挣扎 如果生起菩提心的功德是具体的 那么连整个虚空都不够广大到足以容纳它 菩提心 菩提心有两个面向 相对菩提心和究竟菩提心 一 究竟 究竟菩提心是十地菩萨其中一地的菩萨所了悟之空性 在了悟究竟菩提心之前 重点应放在相对菩提心之上 二 相对菩提心是利他心 也就是利益他人 离于所有自私目标的圣神愿望 三 如果正确地修持相对菩提心 究竟菩提心将自然而然地展现于相对菩提心之中 最终将完全证得究竟菩提心 四 相对菩提心本身有两个此地 即利益他人的愿望 以及把这种愿望付诸行动 相对菩提心的修持包含了 观修自他交换法 以及把密缘用于修道的坐下禅修 自他交换的法门 就是试着把他人放在你的处境 把你放在他人的处境 自他交换法可以按部旧班底达成 第一个阶段 把自己和他人视为同等重要 他人和你一样 想要快乐 不要痛苦 因此 你应该希望别人快乐 如同你希望自己快乐 希望他们比喻于痛苦 如同希望自己比喻于痛苦 第二个阶段 十字他就要坏了 你希望其他人拥有你的快乐 你承担他们的痛苦 第三个阶段 是真爱他人胜过自己 如同伟大的菩萨 遇见一个亡人 会毫不犹豫地把眼睛不视出去 在这个阶段 所有自私自利的想法完全消失了 你只关心其他人的福祉 持续修持这个法门 直到你真的能够实行他为止 交换痛苦与态恶的法门 不是仅仅修持一座或一天时间的法门 而是修持日日月月月年年的法门 直到菩提心从你的内在完全绽放为止 死和忍辱菩提心 二 把逆缘用于修道的坐下禅修指的是 为了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修持相对菩提心 善用一个人注定要遭遇的力量 把他们当作修行的资料是必要的 在坐下阶段的修行 在坐下阶段的修行 是修持与行菩提心相关的法门 修持与行菩提心相关的法门 逆缘有几种类型 一 你不希望发生的四件事情 衰 苦 毁 鸡 二 难以忍受的两件事情 利与衰 称恨与贪欲 以及待人仁慈而被以无礼回报 还有羞辱 那四件你不希望发生的双骨毁击 这四者的相反是利得欲称 此八者即所谓的事件法法 如果你不善巧地处理负面情绪 不加以根除或调伏 它们将带来下三道无量无边的痛苦 一般人都认为拥有资产和财富是值得向往的 但执着于财富和资产 却是修行的障碍 如果有人剥夺你所拥有的金钱和财物 如果有人剥夺你所拥有的金钱和财物 事实上是让你脱离这些物欲所制造出来的枷锁 让你免于堕入下三道 我们除了心怀感激之外 应该没有其他的感受 但是往往会因失去而愤怒 如俗话所说 如果你没有财富 窃贼不会闯入 如果你没有膝带包袱 墙匪不会埋伏 如果没有标靶 箭就无处可射 由于过去生世所造作的恶业 你让自己成为痛苦之箭的标靶 如果有人诽谤你 贬损你 那仅仅是你在过去批评 侮辱其他人 尤其是批评侮辱菩萨的结果 与其对这种人感到愤怒 相反的 你应该感谢他们 给予你机会 来清净过去的错误行为 不论你拥有美誉或生命浪迹 它完全不具有任何客观的真实性 不值得你去在意 过去伟大的上师 从不为了这种事情而烦恼 他们总是用仁慈忍辱来回应诽谤 词和忍辱菩提心3 总敦发上师曾说 如果某个人把我碎石弯断 愿我没有丝毫的恼怒 而是立即披上忍辱的盔甲 而是立即披上忍辱的盔甲 好不有欲力抛弃民生 如同你把鼻涕从鼻子行走一般 如果你想要成为佛陀真正的信徒 那么 受到伤害时 绝对不要报复 切勿奋 让你的仇敌去做任何能够令他心意满足的事情 记者 对你的仇敌充满慈悲 永远记得四种正修法 他们分别是 一 如果有人虐待你 不要回报你虐待 二 如果有人对你发怒 不要以发怒来回应 三 如果有人揭露你隐藏的果实 不要以揭露他的果实来回应 四 如果有人攻击你 不要暴力攻击 吉天大师说 没有任何一种邪恶 能和称恨相似的 没有任何一种苦行 能和忍辱相逼的 绝对不要屈服于自己的称恨心 要安忍 此外 要感谢羞辱你的人 因为他们给予你一个宝贵的机会 增强你对佛提心的了解与修持安忍的机会 因此 碰到一个伤害你 与你处处作对的人 等于碰上一个珍贵稀有的宝藏 尊敬那个人 善用这个机会来根除你的缺患 练习词和忍辱 这样在修道上将有所进展 练习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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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片碧蓝天空下 舒爽的春风月光 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浮万物 唤醒无垠的盎然神迹 穿越过层层明目后 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身园 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身协会 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净土上 养育着许多的无名 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 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神秘们 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身园区内 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 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铝池边 有的在池旁梳理雨衣或互相嬉戏 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门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 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更激发其活动力 来到狗儿门的活动区 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坏 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 以及出生不到三周 熬熬带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探吃的猪肢们大口吃的满嘴走势 不亦乐乎 动物们徜徜在舒适安乐的氛围 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 天地有爱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舍员 动物们的桃花园 是见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顾持帐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兔生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续执恩 从今听诸比丘尽心尽受供养父母 若不供养得重罪 而时师尊告诸比丘 教二人作善不可得保恩 云和为二 所谓父母也 若父比丘 有人以腹着左肩上 以母着右肩上 知千万岁 医备饮食床 或聚 并受医药 急于肩上放屎尿 有不能得保恩 比丘当智 父母恩众 报之欲之 随时将故 故事时节 得见日月 以此方便知此恩难报 事故 诸比丘 当供养父母 常当孝顺 故事时节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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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